距离新赛季开始还有36天,联盟球队的各项运作已经结束,火箭、胡人等强队甚至开始了提前的集训工作, 而不放球队还在进行最后的补强工作,现在这些签约队像大多是更衣士老将或者是其他豪门妻子,指望他们迅速提升球队战斗力已然不太可能,但由于这些人曾经疯狂无限,如今这些签约也充满了情怀感,以下是最近24小时内联盟发生的官宣和消息。 森林郎关山签约罗尔邓在胡人欲欲不得志,拿着千万年先却无法上场打球,罗尔邓在过去两年里的日子过得并不开心,由于詹姆斯的到来,胡人看到了崛起的曙光,在一般谈判之后,罗尔邓放弃了730万美元的薪资,逃离了这个伤心道。 如今,森林郎官方已经宣布,他们和老将罗尔邓正式达成了签约,7月光牛整容基本挪动到了森林郎,罗尔邓和主帅西伯渡在联手,令人充满期待。 二月火正式是约哈斯勒姆,前几天的NBA明记时M就报道,那热火即将是约哈斯勒姆的消息。 今天,NBA官网正式给出了官宣,哈斯勒姆是2002年的洛选秀,在法国征战一个赛季后登陆NBA,随后成为了迈埃尼的功勋队长。 以目前哈斯勒姆的状态来说,约火和他的成熟约,显然是有其他的意义。 如今,热火的训练营导名单,只剩最后一个名额,哈斯勒姆很可能会成为游说围的戏约游队的重要,妻子。 三,骑士已一年340万戏约胡德,昨天明记Sams已经报道说,胡德将会接受骑士一年340万美元的报价。 去年在爵士时期,胡德曾经背识为明日之星,有记者说确实可能要付出七千万美元的代价才能够与之续约。 但今年夏天,胡德向骑士索要三年2700万美元的合同为过,于是他决定签下资质报价以图未来。 在詹姆斯走后,骑士的签钾欲发谨慎,胡德则迎来了生涯最具挑战的一个赛季。 四,森林郎是续三名球员。 森林郎最近仍然在自由市场上掠夺,除了罗尔邓之外,他们还希望找到其他的拼图。 根据The Athletic记者,John Kropchinsky,报道,森林郎将会对蒙塔埃利斯、布兰登保罗和布兰登拉什。 这三位球员如今都已经是边缘球员,其中埃利斯更是曾经让库里倒替谱的男人,时光飞逝,令人唏嘘。 五,神射手马克普莱斯加盲绝军教练组联盟历史上,能够进入180俱乐部的神射手少之又少,而马克普莱斯就是其中之一。 自1998年退役以后,马克普莱斯一直在从事教练工作,此前辗转灰熊、老鹰和勇士等队单元过头篮教练。 如今,三分球的风潮席卷而来,马克普莱斯将能够把自己的经验和方法传授给后辈,绝经偏爱三分的特点也会继续发扬光大。 六,活塞助教转头绝经学,今不止有一个大动作,除了马克普莱斯,他们还从活塞手里,捞走了助教查尔斯卡拉斯科。 卡拉斯科曾经是一路向分析师的身份走向教练岗外,他在数据分析领域有着非常不多的思维方式,曾经但愿过魔术和拦网的高级球坛。 如今,决定连续招募两名幕后攻勋,看来在上赛季遗憾措施季后赛之后,他们将会重新对季后赛发起冲击。